你吃过人造肉水饺锅贴了吗 来自香港的Green Monday公司 今年开始与八方云集全家合作 将植物人造肉ONIPORK送进那些连锁店当中 在全台已经累计超过5000家通路 究竟ONIPORK是怎么样快速串起 甚至在台湾刮起一波素食肉旋风呢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 2020年3月21日 陈以华所撰写 并刊登在数位时代的 周销100万颗人造肉水饺锅贴 香港平价速食肉ONIPORK怎么攻占台湾人的胃 相比去年9月上架超市通路 让消费者可以把人造肉食材买回家料理 ONIPORK今年的目标更大 要把人造肉送进更多连锁店当中 让消费者更认识植物肉产品 今年1月份Green Monday 与台湾锅贴连锁店八方云集合作 推出新猪肉水饺锅贴 根据统计 八方云集每周卖出100万颗用ONIPORK制作的水饺锅贴 有电电热食更可以买冷冻包回家带回去煮 以八方云集全台1000家门市推算 每家店平均每周可卖出1000颗水饺锅贴 以新口味初登场来说成绩相当的不错 今年3月初Green Monday与全家便利商店的自由鲜石品牌 妈妈主义合作 推出泰式打抛烩饭 韩式炸酱面 两款冷冻杯装鲜石 店内微波就能马上使用 从3月11日在全家上架以来 已经带动即时品牌妈妈主义整体业绩成长将近一成 今年跨出的这两步 对于Green Monday来说是通路与产品的大局斩获 从通路来看全家目前大约有3600间分店 全台就有将近5000家实体通路门市可以吃到ONIPOR 对这家植物肉新创来说 这是打进台湾大宗平价市场的重要里程碑 另一方面Green Monday与八方云集全家便利商店的合作商品 都可以让消费者买回家冷冻 在短时间内烹调食用 这与一开始在超市贩售生鲜试水温的策略有所不同 Green Monday来台的战略 其实源自于香港的成功经验 今年1月Green Monday在台湾推出 自由冷冻即时系列ONI EAT新膳食 在上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 在香港带来的营收已经与生鲜ONI PORK的新猪肉不相上下 Green Monday创办人杨大为说 人造肉生鲜食材推出至今 已经有稳定的消费族群 但即时微波产品上市后 原有的生鲜销售量并没有降低 这证明了生鲜与冷冻即时产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 餐厅合作超市卖的原物料以及即时产品最终接触的群体并不相同 看好香港经验能够复制 杨大为对于今年与八方云集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更有信心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进度有些延迟 不过杨大为强调在中国与台湾设立生产基地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ONI PORK新猪肉的研发基地是在加拿大 由于目标市场是在亚太地区 为了精准控制关税、运费等生产的成本 生产基地将会设在泰国 在2019年底杨大为曾向媒体透露 正在筹划中国与台湾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更多成本 不过面对全球遭受到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强烈冲击 他坦言生产基地扩建计划进度时程确实有受到影响 他预期中国的生产基地将会在今年年中旬开始投产 而在台湾因为都还在与相关的厂商沟通接洽的阶段 目前台港两地交通中断的情况下 比较难预估接下来的进度 不过台湾与中国设立生产点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仅仅只是时程因为疫情有些推迟而已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近全球开始流行人造素肉 更有人把它称为未来肉 除了因为这好像是过去看电影才会出现的场景之外 更因为与环保挂钩 甚至还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而除了Green Monday之外 美国品牌Beyond Meat也已经在去年正式的上市 想必这在未来将会是一股流行的饮食趋势 你已经吃过了未来肉了吗? 有的话赶快在下方留言 跟我们分享口感怎么样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